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习了VB的基本知识 使用VB设计了卡路里计算器的程序界面 并且编写代码实现了程序的部分功能 在这个程序中 同学们接触到了体重、跑步距离、卡路里等数据 数据是计算机程序处理的对象 掌握各种数据的表示形式和方法 是学习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 本节课上 老师将为同学们介绍VB中数据的基本类型 以及如何正确选用数据类型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吧 第二课 数据的基本类型 同学们 前一节课最后的思考与讨论题 如果限定输入体重 以公斤为单位 跑步距离 以千米为单位 那么程序界面需要如何进行改进 大家是怎样完成这道题的呢 老师 我是这样做的 在程序界面上 添加了三个Label标签 分别显示公斤 千米和签卡 这样同学们就不会输入错误数据 而且也知道了输出的卡路里数 是什么单位 小雅做得很好 希望同学们在设计程序界面的时候 要考虑到界面的友好性 和数据输入的统一性 老师 我把这个程序界面 稍微做了一点改进 在界面上添加输入跑步天数和姓名 我尝试自己写了代码 但是运行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两天跑步距离不一样 但是消耗的卡路里数完全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有同学 也遇到过和小达相同的问题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和数据类型有关系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 一起来学习数据类型的相关知识吧 今天的课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离笔中有哪些常用的数据类型 第二部分 如何正确选用数据类型 计算机程序处理的对象是数据 数据按照其本身的特性 可以分为不同的数据类型 不同的数据类型 规定的数据表现形式和取值范围 各不相同 例如 有些数据用来记录数值信息 它们可以做数据运算 有些数据用来记录一段文字或者符号 还有些数据只代表true和force两种值 在不同的程序设计语言中 对数据类型的描述各不相同 那么在VB中是如何描述数据类型的呢 在VB中 使用Integer表示整形 它能表达-32768到32767范围内的任何整数 使用Long表示长整形 能够表达-21E47483648到21E4747范围内的任何整数 Integer和Long都只能表达整数 如果需要表达带小数点的数字 则需要使用下面两种数据类型 Single表示单精度型时数 能够表达绝对值在1.4乘10的-45次方 到3.4乘10的38次方范围内的时数 有效数字约6到7位 Double表示双精度型时数 能够表达绝对值在4.94乘10的-324次方 到1.79乘10的308次方范围内的时数 有效数字约14到15位 以上四种类型的数据都是数值型数据 它们都可以做数学运算 除了数值类型的数据 一笔中还有可以表达汉字 英文等字符类型的数据类型 称为String字符串形 用String类型表达的字符 两边必须使用一对英文字符的双引号 Volient 逻辑型数据类型 它的值只有True和Force两种 分别表达判断结果为真或者为假 下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如何将下列数据进行归类 小雅你来说说看吧 好的老师 5099是Integer整形类型数据 XXKJ是String字符串形数据 3.12是Single实数类型数据 False是Bullion逻辑型数据 -1.12是Single实数类型数据 True是Bullion逻辑型数据 -78是Integer整形类型数据 计算机是String字符串形数据 小雅的归类正确 在VB程序设计中 数据经常被存放在变量中使用 使用前需要对变量选用合适的数据类型 若变量的数据类型选用的不恰当 就会让程序运行结果产生错误 接下来同学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体会一下 第一 健康跑步小队的队员们 每天在程序中输入跑步消耗的卡路里数 在程序中 使用X变量 存放每天输入的卡路里数 将X变量的数据类型选用为Integer整形 为什么我输入了15万之后 程序出现了错误提示框 指出实时错误6一出呢 老月 这里输入的卡路里是以签卡为单位 你是不是把单位签卡看成了卡 对的 是我粗心看错了单位 我想问个问题 这个一出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小月提的这个问题很好 同学们请思考一下 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呢 老师 我觉得这个错误的原因是 变量X远用的数据类型为Integer 它是-32,768-32,767范围内的任何整数 而小月输入的15万超出了这个范围 因此程序就显示错误了 小达分析的非常正确 小达 那你来说说看 怎样做可以解决一出的错误呢 老师 我认为将变量X的数据类型选用为Long长整形就能避免一出错误了 小达讲得非常好 同学们要注意 在选用Integer数据类型时 要观察数据是否在范围-32,768-32,767之间 若超出范围 应该选用更大范围的数据类型 第二 假设平均每天消耗的卡路里为150.5千卡 若坚持跑步5天 计算消耗的卡路里总数 使用X变量存放每天消耗的卡路里数 Y变量存放跑步天数 Z变量存放计算出的卡路里总数 将这三个变量的数据类型都选用Integer整形 小雅 能不能列出式子 并计算出结果 老师 这个式子应该是平均 每天消耗卡路里150.5千卡乘以5天 等于752.5千卡卡路里 小雅的列式和计算正确 当我们按照题目的设定编写程序 运行程序后发现 程序的结果和实际结果有出入 同学们请思考一下 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老师 我觉得在这题中 每天消耗的卡路里为150.5千卡 变量X设定的数据类型为 Integer整形是不正确的 应该把它改为Single或者Double实数类型 小达讲的很有道理 老师把程序中的X变量的数据类型更改为Single类型 但是 类型结果 与正确答案还是有出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师 我明白了 计算出销号的卡路里 总数选定为Integer整形也是不对的 计算结果可能是带有小数点的数 也应该更改为Single或者Double实数类型 小达讲得非常好 将变量X的数据类型更改为Single单精度形实数之后 程序运行后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了 在VB程序设计过程中 有原始的输入数据 中间的处理数据和最后的输出数据 这三种数据都要选用合适的数据类型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正确选用数据类型吧 根据所学的数据类型 请同学们说说看 小达设计的程序中使用的数据 应该选用哪些数据类型呢 老师 我来回答 跑步天数是正整数 并且一般不会超过 32,767天 因此可以选用的数据类型是 Integer整形 姓名中包含汉字或者字母等字符 选用Stream字符串型 体重 跑步距离和计算结果卡路里数 这些数据可能会是带小数点的实数 可以选用的数据类型是 Single单精度型实数 小雅的回答正确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既然长整形Long能表示数据的范围比Integer大 我将跑步天数的数据类型 选用为Long长整形可以吗 小答题的这个问题 相信很多同学都有相同的疑惑 数据类型决定了数据在内存中占用的字节数 也就是说 长整形Long占用的字节数比整形Integer多 程序运行时 Long占用的内存空间大 因而若数据在-32768到32767之间 建议使用Integer而不是Long 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ingle和Double这两种类型 如果数据在Single界定的范围中 则建议使用Single而不是Double 同学们学习了数据的类型 大家思考一下 之前小达在运行代码时遇到的问题 两天跑步距离不一样 第一天是2000米 第二天是2.2千米 最后计算出消耗的卡路里数完全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老师 我找出问题的原因了 我来回答吧 是因为我将输入的跑步距离的数据类型 选用为了整形 因此当第二天输入数据2.2时 程序自动将数字2.2调整为整数2 所以就得到两个相同的输出结果 我 只要将跑步距离数据类型改为 Single类型就不会产生这个错误了 小达分析得非常正确 希望同学们 在程序设计过程中使用数据的时候 能够正确选用数据类型 老师 前五种数据类型我都学会用了 但是最后一种 Bullian逻辑型 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呢 在计算机中 逻辑型数据只有两种情况 成立和不成立 成立的时候表示逻辑值为真 可以用逻辑值 去表示 不成立的时候表示逻辑值为假 可以用逻辑值 Force表示 在上节课所学的程序中 今天你锻炼了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两种情况 去表示肯定回答 Force表示否定回答 因此 回答的结果可以选用 补脸 逻辑型 请同学们观察一下此流程图 为流程图中的数据 选用合适的数据类型 小雅你来说说看 流程图中出现了哪些数据 它们属于哪种数据类型 好的老师 流程图中的100是数据 它是integer整形类型的数据 老师 我认为空气有两 适合户外锻炼和空气有污染 不适合户外锻炼 这些文字符号也是数据 它们是string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小雅和小达回答的都正确 流程图中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和输出结果 TIP 它们虽然不是数据 但是 它们都会存入数据 同学们思考一下 应该为AQI和TIP 选用哪种数据类型呢 小雅你来回答吧 好的老师 空气质量指数 AQI的取值范围 位于0到500之间 应该为它选用integer整形 TIP里面存放的是一串两侧 加了双引号的文字 应该为它选用string字符串型 小雅回答的正确 同学们 让我们来回顾今天上课的内容 今天的课上 我们学习了 VB中有哪些常用的数据类型 同学们要清楚认识到 这些数据类型不同的性质特征 在接下来的程序设计学习过程中 正确选用数据类型 同学们 在计算机程序处理过程中 从输入到处理 最后输出 数据始终贯穿其中 为数据选用合适的数据类型 是程序设计的基础 希望同学们 对今天所学的知识点 做好梳理与归纳 下节课 我们会在本节课的知识基础上 继续学习 程序设计中数据的使用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portal 我们下节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